各位親愛的新郎 站起來招招手好不好 各位親愛的新娘 站起來招招手好不好 現在有點現場感 隔靴稍微怪怪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高雄鳳山 參加酒隊結婚登記 中間還有一隊是第三拍 現在來辦出身登記 真的是了不起 那高雄是愛情的情勢 唯一條愛情之苦在我們高雄 所以我們民政局一直在全力的來鼓勵 幫所有的戀愛的男女來鼓勵他們來高雄旅遊 那麼也希望所有的辦完結婚之後要度蜜月 能夠選擇高雄 然後呢 將來結婚生子之後有機會再來高雄 讓高雄充滿了浪漫 充滿了愛情 充滿了歡樂 所以今天 我也是第一次來參加集團結婚 這樣的一個登記的儀式 我們希望今天所有在市長 議員 還有局長 區長的祝福之下 每一隊新婚的夫妻能夠勇於愛河 白頭偕老 那現在少子話 也要拜託大家多生貴子 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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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家庭秘密 每一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的故事 每一個家庭的故事也不記得其他家庭可以copy 或者學習和模仿 總而言之 看到這麼多興奮的夫妻結婚 為他們真的發自內心的開心 那結婚之後 要經營一段幸福婚姻是一個非常難的挑戰 幾十年的相處 真的是要用感情去維繫 還無比的耐心 希望今天 當個市長也來 第一次幫這些集團登記結婚的那些七年眷屬 祝福他們 能夠一段幸福美滿的故事 只是發自內心的祝福 那自己家裡面 就不好講 反正都是一樣 完全是平常小老闆老百姓的家庭 沒有什麼特別的 市長 今天就比我快只是想祝福他們早生貴子 那市長有沒有生子秘居 我們結婚太久都生不出來 覺得八年以後吧 大概有一個偏方 不知道有沒有效果 這些講的都害怕 這個 有一個老太太教我們 教老太太去吃那個額蛋 用那個電鍋去煮額蛋 我太太就吃了好幾個額蛋 不曉得是不是巧合的關係 不曉得 吃了幾個額蛋以後就懷孕 這個大概是一個小故事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都有效 就是像雞蛋 鴨蛋一樣 用電鍋把煮一些額蛋 讓女孩子吃幾個額蛋 試試看 而且營養也非常好 不會傷害身體 這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邊緣 好吧 好 提供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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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